好的主播可以听见惊恐的哀嚎声和救护车鸣笛声 原本开开心心的婚礼变成了火灾现场 这里是伊拉克北部的妮妮围省 周二晚间原本正在举行婚礼 却没想到突然天降火球 整个屋顶迅速起火燃烧 没有多久就整片崩塌 导致当时会场内大批参加婚礼的宾客来不及逃生 目前确认至少100人葬身火窟 受伤人数超过150人 那么初不了解火灾起源恐怕是因为庆祝婚礼释放的烟火 掉落在使用便宜毅然建材的会场屋顶 迅速引燃才会变成惊人的大火 也让喜事变成了丧事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现场交换给主播